赵孟福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前面一集我们讨论过赵孟福说 作画贵有古意 它的古意指的不是元代之前的任何风格 它的古意指的是唐和唐以前的那些风格 甚至看起来很桌 很幼稚 这个桌和幼稚使它的画 不再让人面对它的画的时候 就去辨认这画上画的是一个椅子 是一个山 是一棵树 而是去寻找画中所要表达的一种意境 也就是画外之意 所以这一点是赵孟福追求的 那么赵孟福追寻古意 追寻唐和唐以前的这种风格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很可能是刻意回避宋代 赵孟福并不是刻意的一直在回避宋 所以在谈到古意那一段的时候 我就没有特别强调 他对南宋的刻意回避 而只是感到可能是一种审美太疲劳了 因为写实的东西很容易就看明白了 没什么大意思 必须画之外 要有可看的东西 有可圈可点 可以琢磨可以体味的东西 这样一张画才能感动人 那么这种画呢 其实应该是发言于 比较早的大家说要追寻到唐代的王伟 认为王伟是文人画开山之祖 但是到了宋代的苏东坡 米福他们才真正形成了一定的理论 但是留下的作品不多 到了元代赵孟福 那是真正的把文人画这一扇大门打开了 使中国画从那个时候开始 真正的文人画成为一个独特的 甚至带有前卫系 甚至带有一定的批判性的一个画种 或者是回避 或者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述的一个画种 那么到了赵孟福这个时期 他是怎么讨论文人画精神的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赵孟福和钱选 也叫钱顺举之间的对话 赵孟福问钱选 你说这什么叫做 世夫化 世代夫化 钱选说 那就是利家化 很多人对这个利家不理解 这个利是什么意思呢 利就是小官僚 刀笔利 文利 意思就是小官 就是有文化 又在政府部门担当一定职位的人 那是什么人呢 在宋代就是世代夫 到了元代呢 最初没有开课取士 所以赵孟福就要问钱选 什么叫世夫化 那这怎么解释呢 实际他问的是一个元代的当代的艺术概念问题 前顺举回答的好 那就是利家化 那就是文官化 意思就是你赵孟福在忽必烈手下当一个文官 你画的画 那就是世代夫的画 其实呢 利家化和行家化还有区别 你是做文官 你不靠画画吃饭 就是你白天呢 上班 做其他事情 当文官 但是回到家呢 你拿起毛笔来 又可以写公文 写汇报 写奏子 还可以画画 所以利家呢 就是书法比较好 文化比较好 用笔用得比较好 可以随手书情浅戏 用毛笔随便勾两下 随手勾勾 所以叫一笔草草 不受拘束的那种笔法 很随意地画一画 是干什么用呢 不是为了献给皇上 也不是为了卖钱 也不是为了看起来 像什么东西挂墙上 而是书胸中之义气 心里不是纠结吗 把这个纠结给他输出去 书发出去 所以这种画就是文人画 就是业余画家 那行画家 画院的画家是行画家 宫廷画家是行画家 专门给皇上服务 皇上要你画什么 就画什么的画家 是行画家 那专业画家 比如说咱们宋庄好多画家 他们算行画家吗 是 他们虽然画的没有行器 他们是属于职业画家 他们不能算利家 当然当今的这个行画家 和职业画家和古代又不一样 我们不能就这么简单地 画一个等号 所以把这个概念分清楚了之后 我们再进一步来讨论 行画家和利画家 还有一个区别 这个区别在于 行画家画的是行 他要画的像 而利家画的是心 画的像不像不重要 但是一定要有画外之意 言外之音 因为文人应该不是很直率的 直通通的把画就说直白了 而是画中有画很含蓄很委婉 因此文人画也一定要含蓄委婉 那么 行画是什么样的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 我们来看一张传维十世纪的 有人说是 李昭道 就是唐代的大小李将军的 清律山水画的传派 明皇信鼠徒 也就是唐明皇 在安禄山之变之后 他带着家人 带着整个宫廷 就往四川去 逃到了通往南欲上青天的鼠道之上 那么这张画 无论是谁画的 都是一个行家里手画的 他要画的不是这个画家心里想的是什么 画家想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表现出唐明皇这一次出逃 整个过程 人马以及山川 他的险峻 所以作为行家 就是要听别人告诉你 人家要什么画 而文人画要画的是自己心里所想 这是文人画和行家画的不同之处之一 我们再看一个元代的例子 元代的尼赞和另外一个画家叫王毅 王毅是行画家 是职业画家 专门画人物肖像 而且画得非常像 而尼赞是著名的元四家 文人画家 文人画 士夫画 这个行列里的 我们远看就是一个手卷 上面画了一个石子 竹杖的人 在山路上走着 旁边一块山石 一棵松树 但是当我们拉近了看 就会发现 尼赞画的石头和树 用笔的方式 与王毅画的人的用笔的方式 相去甚远 那听众请你自己分析一下 相差在哪呢 相差就在于 王毅那个线条本身 就是为了表现衣服 表现客观对象 而尼赞那个石头 画得像石头吗 你说它是一堆糯米干巴拉 堆在那也行 你说它是石头也行 你说它是土也行 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的侧风 壳笔 淡墨 书法用笔 在上面春擦出的激励效果 使你感受到了尼赞的 一个文人的精神境界 所以这是文人画和行画家 在技法上 在最后追求的目标上的 最大的区别 那么文人画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文人画 就用了文人最擅长的 一个方法 书法 这个书法擅长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米符在宋代 有一个著名的珊瑚贴 前面他写到珊瑚贴 这个叙述了这个珊瑚 接着最后 用毛笔在书法后面 画了一个笔架子 所以从书法到图画 中间是无缝对接 很自如地就滑过去了 毫无违和感 这个时候 有人就发现 原来在文人手里 书法和画画实际是一回事 书法和画画是通的 写书的笔法可以用在画当中 大家只是这么说了 苏东坡也讨论了 不要求形式 不要把形式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但是直到赵孟福 才真正地把文人画的理论 用下面这四句话 说得特别明白 他说 石如非白 画石头呀 就像书法当中的非白 画的那个石头很毛毛的 很粗糙有一种激励感 目如皱 你要画树 你不能就画得很光滑的 那个像电线杆一样的树干 那一看就是伸手 第二句 写足还因八法通 这个八法就是永字八法 用永永远的永这个字 在里面永这个字 包含了八个不同的笔法 所以就形容如果你要写好字 你掌握一个最基本的汉字的八个笔画 如果你把这八个笔画 掌握了 能写好了 你基本上就可以写不错的书法 就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字 赵孟福说 你要画竹子 他没说画竹子 他说写竹 意思就是这个竹子你不要去画 画是行画家的画 我们要像写字一样 把竹子写出来 怎么写呢 就像写永字那样 用这种写书法的方法 来写出竹叶竹竿 他也写给你看 在这件作品上 下面两句更有意思了 若也有人能会词 如果真的有人能做到 方知书画本来同 你做到这一点呢 你就明白了 原来书和画是相同的 这里面就还有深意 这个深意不光是说 你慢慢练 你练会了就行了 作为一个文官 从小要保读诗书 要写好书法 书法和诗书 以及学养 是一个文人画家 所需要具备的 最基本的知识 也就是说 你得具备三样东西 一 书法 二 学养 三 一般的基础的造型能力 如果你能把这三样 都把握了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书画原来是相通的 这件作品 一直就作为 文人画的理论宣言 什么是文人画的技巧 或者是用笔 或者是审美的价值 那就是用书法的用笔 来绘制图像 以便达到书法 文人胸中所感受到的 一种境界 一种情节 所以当你看一张文人画的时候 你不仅简单地要看 它画的是山还是水 它用的笔墨是淋漓尽致 还是枯笔 干笔 壳笔 还是胶墨 还是淡墨 更重要的是 你看它用的是什么样的笔 这种笔在跟书法有什么关联 这种书法和用笔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最后升华到 你从深层次体会到 这个文人画家要表达的一种心迹 这个心迹是可以议会很难言传 赵孟福跟前选的历家和行家的讨论 赵孟福谈到书法用笔进入绘画当中 于是就形成了文人画的理论和实践的一种高度结合的结果 但是这里面还有几层含义 一层含义就是赵孟福所说的书法用笔是有所指的 前面我说到赵孟福对宋代并不是带有排斥的心情 但是他对南宋的水墨画未必特别推崇 比如我们看到这一张所谓的禅画在日本藏着 这一类的水墨画 其实在很多人眼里认为就是文人画 但在赵孟福眼里这不是文人画 这是水墨画 这是写意 但不是文人画 因为这张画没有书法用笔 这张画的比例太弱太单调太贫乏 没有文化的含量 文化含金量太低 所以赵孟福在元代初年强调书法用笔 所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抵制 南宋以来的文人所谓的墨系 随便一泼我这就是文人画了 我这就是境界了 赵孟福说停下 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韵笔里面就像油画的颜色里面 有很多的讲究 这些讲究你都不懂 你不要来欺视道明 随便撒两下甩大两下 你就是文人画了 赵孟福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 文人画不是随便一张画就叫文人画 文人画必须有一种学养修养 而且必须有一种隐含不发的深层含义 只有这些都具备了 这才叫真正的文人画 是夫画是代夫的话 借话来抒发心里的郁闷 今天我们谈到文人画 好像都很熟悉 老祖先就是 这写意就是文人画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这一切真正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审美概念 就是赵孟福的所作所为才达到的 因此赵孟福在历史上 在文人画最后完成他的真正的使命 给中国美术界打开了一个巨大的通往文人画协议 艺术之门的人 就是赵孟福 你说赵孟福是不是非常了不起 大家好 我们继续讨论赵孟福的艺术成就 以及他给我们留下的艺术遗产 赵孟福的艺术贡献我们前面都说了 第一是作画贵有古异 还有呢就是书法和绘画之间相通的关系 成就了文人画的理论 今天我们想讨论一下 赵孟福在文人画的理论上又进一步的提出 不假单亲笔何以写远仇 赵孟福刚事远 接到通知 你可以到北京参加袁大都的官场的活动了 你现在进入了什么什么阶层了 赵孟福就在浙江的湖州无心 跟亲戚朋友告别 据说他走到了他的一个亲戚 但实际应该是堂兄 我想应该叫堂兄 赵孟坚也是一个画家 南宋的画家 画得还挺不错 他去看了赵孟坚 告诉赵孟坚我要去 袁大都了 来跟你告辞 老哥 赵孟坚 没表示什么 从头到尾就是打哈哈 眼睛都不看太下 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赵孟坚觉得好无趣 就只好告辞了 离开了 离开了之后 赵孟坚指着赵孟坚坐过的椅子上的椅子店 说拿去给我烧了 叛徒 他对整个宋王朝 难道没有思念之情吗 他肯定有 他怎么去表现 这个时候 赵孟坚就像苏东坡说的一样 就像米福等等宋代人一样 把很多忧郁 很多纠结 很多忧愁 都写到书画当中去 那赵孟坚这个远程是什么 我以为就是他对宋代 肇事王朝的一种解不开的一种感情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最著名的一件作品 叫《雀华秋色图》 这件作品现在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件作品是1295年 他在回家乡的路上 看到的景色 回到家乡以后画的 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 1286年 赵孟坚成为忽必烈的官员 大臣 在朝廷做得非常好 几次想请假 告假回乡 忽必烈不允许 所以他只好请求外派 到了济南做了一段时间的官 当他听说忽必烈在1294年去世了 他赶快赶回大都 说他想告假回家 居然获得批准 回到家乡 他和亲戚朋友欢聚一堂 好多年没见了 终于又见到了 尤其是他有一位老朋友 比他大那么二三十岁 忘年交 这位老朋友叫周密 周密就是武林旧式的作者 武林旧式 武林指的就是杭州 他基本上记的是南宋的事情 但是呢 他还有一本书叫做 齐东野语 齐就是山东的齐鲁的齐 齐的东边野语 随便记来 随便记下来 道听图说啊 或者是一些笔记啊 一些掌锅呀 一些译文啊 齐东野语 这位周密呢 是南宋的词人 尽管他随着父亲做官 没有去过山东 但是由于父亲 经常谈起山东济南 所以他对济南 有一种特殊的怀念和感情 赵母夫知道 周密是山东人士 于是回到家里以后 把他在济南 见到的两座山 一个是划不住山 高耸尖尖的三角形 像是莲花坝 还没有开放的莲花坝 一个是雀山 圆圆的平顶秃秃的 一平一尖 他就画出来 然后写上送给周密老朋友 并且非常明确地说 这儿是周密的家乡 因此他从济南做官回来 特别把这两座山画出来 送给周密 以解他的乡愁 周密拿到这个画之后 你想得有多感动 最后这张画 进入了清代的宫廷收藏 咱们这个书画天子乾隆 也是五福天子乾隆 亲自拿起大笔 大开写了 雀华秋色四个字 使这张画身价百倍 这张画只有二十多公分高 不到三十公分 不到一米长 小小的一张画 为什么成为国宝 而且现在在台湾故宫 博物院存着也是台湾故宫 引以为骄傲的一件产品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局部 就可以看出来 一看这局部 我们就傻了 首先 有很多很多乾隆的印章 那个巨大的 古西天子 然后乾隆建赏 等等等等 御书房建赏席 全都是乾隆盖上的 你看那里面红色的印章 十有八九都是乾隆的 有人说乾隆这是破坏书画 我觉得也不是 而是在流传的过程当中 一层一层的含义 再叠加上去 再通过它的收藏印 它的提拔 又一次使这件作品 增加了一层文化含义 它那个时代 所赋予这件作品的文化含义 那么我们再来看 赵孟甫这张画的局部 你看好像赵孟甫不会画画呀 我们前几集看过 他画的人马图 人旗图 谢又雨 秋货图 都画得比这个要干净 利索 那个画山是山 画水是水 画人是人 这是什么呀 船那么小 人那么大 房子跟树也不成比例 好像树都 那么老大的树在水边上 站不站得住 那个圆景的松树 直接就看到松树的全部树干 好像是大白菜 从中间切了一刀 抛开了似的 赵孟甫怎么了 难道不会画画了 不对 在这之后 他还画了很多写实的画 这是在美术史上被称作为 清律版本的文人画 这是赵孟甫甲丹青之笔 写远仇之意 这张画可了不得 他故意在这件画当中 把以前绘画的那种 行家离手的技巧 全都抛弃 变得不会画画了 他在这里面 这个不会画画当中 所追逐的是一种拙 以拙带巧 一个人太巧了 让人很讨厌 一个人话说得慢一点 很有分量 每一句话说得很到位 你别看他不是那么巧舌如簧 但是你对这个说话的人更信任 绘画也是一样 你再看每一个局部 每一个树叶 树枝树干 赵孟甫甫都花了很大的心思 特别把笔舔得枯枯的 在画面上留下了 一层一层的干涩的效果 这个效果 斯坦福大学文艺诚老师 也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 对这种画法 他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描述 我很喜欢 他说这叫 持质的观察 就是使你的观察 看文人画 不是一看这是个船 就看完了就过去了 他把船画的那个边缘线很毛躁 很有机理感 似乎里面有很多语言 但是欲语又直 于是懂得书法用笔的人 就去琢磨这个用笔的内涵 那么你再停下来 去琢磨用笔的时候 这就观察画的过程 就被延迟了 就被停滞在这个局部了 所以这个持质的观察 实际是文人画的一个 非常巧妙的手法 使你在看画的时候 一看三探 积节而战 这就是文人画 能够抒发心中 郁闷和纠结的 最动人的地方 赵木福在这张画 特别能体会到周密 思乡之情 那个乡虽然没去过 这个乡所代表的 不是简单的山东济南 不是简单的划不住山 雀山 而是丧失在 游牧民族 马蹄之下的故国山河 在你看到这张画之后 你听到了赵梦福和周密 之间的感情和关系的时候 再看雀华秋色这张图 你就会发现 每一个村 每一个点 每一块墨 每留下来的一个痕迹 都用了很长时间 那个干笔在画面上 慢慢地拖 每拖一笔 这里面都饱含着赵梦福 对失去的故国的那种 彻心之痛 也同时生活在猛源之下 一种无奈心情 所以赵梦福 在他的时代 使中国的美术 一下推到了更高的境界 书画表达的 不光是一种感情 也不光是一个物相 也不光是一种境界 而带有很深的 人性很难以体会到的 两个人可以沟通的 互相交流感情的 甚至带有一种 行为艺术效果的 只有通过两个人 互相沟通交流理解 才能够真正使这件作品 最后完成的一件作品 赵梦福的成就 远在于我们所理解的之上 我一直在海外教书的时候提到 中国的文人化 其实就是中国的 现代主义的艺术 在将近一千年前 这块大地上的勃发 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中国的文人化 就是中国的现代主义 个性主义绘画的知识 开始开端 越来越能够明确地走向 一种个性 个人表达 倾诉 带有很多跟西方现代化 相通的地方 但是不等同于 因为它是中国的文人化 因为它表达的是 中国文化语境当中的 一种个性化的追求 在现代这条路上 它走出了全世界第一步 谢谢大家收看 赵梦福这一系列节目 我希望你看完之后 能够眼眷深思 赵梦福是不是应该 在历史地位上 比他所得到的更要高一些 谢谢各位